哈啰,不羁道 今天要讲一个非常凝重的话题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说 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在乌克兰或台湾发生 首先,又是显得我们的功力 大家都有差不多了,你听了整个月 没有,也有一个多星期 看看你们的功力去到哪里 用我的趁势价值投资法 如何去体验这件事情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做春龄的时候,我都会拿这个课题来教大家 特朗普说什么呢? 特朗普日前接受电视访问 就说,警告,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 可能而已,不知道什么时候 但他说可能在乌克兰或台湾发生 并指俄罗斯总统普京威胁要用核武 这件事情上是极糟糕且危险的事情 这件事是什么呢? 是纽约邮报报道的 还是在27号的晚,也不是很久的 27号的一段20分钟访问里面 接触出来 特朗普就是这么说 最近有什么 令你切夜难免 首先大家一定要清楚 这是主持的电视节目 即直播 近期,特朗普有什么麻烦 这件事是被人控告的 喂,被纽约一个检控官 告他诈骗 几亿美金的 但是重点就是 他成年的女儿 子女 成年的家拒 全部一起控告 但是大家要明白这件事 是不是很严重? 当然是严重 但又不是很严重 因为是民事 民事是什么意思? 民事就是赔钱 除非你有刑事责任 就坐牢 其实没什么特别的 还有,新闻报道已经说了 这件事 这件事 的重点是什么呢? 如果 转刑事 不知道行不行 转民事 现在告解是民事 喂 搞都要一年 准备打 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到去 又是用 洗米华那招就可以了 慢慢拖 拖到三五七年就15年 起码拖三五年 那怎么样? 今年重点就是11月 现在特朗普在带领共和党 要拿回参众能源 你们那些民主党搞我 我就说政治迫害 他就用我这招 合不合你 所以特朗普是我 我是他的粉丝 他是我的偶像 怎么也有分信 但是重点可以突然之间 他想着 那个主持也是 他当然是说这个 我被人告 所以切野难免 谁知道特朗普说 唉 这段时间为什么会睡不着呢? 原来是为什么? 喂 他将来说要选总统 当然不是为私人事 而是为世界的事 好像我们习主席那样 这些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 是不是高很多? 怎么高? 看来说 我认为 立刻说 我们可能会陷入 第三次世界大战 还可能会发生在乌克兰 可怕的事情再度上演 接着特朗普就说 你都知道 这个都可能会发生在中国大陆 和台湾 你可以看到发生什么事 接着他又再说 特朗普提到普京 上个星期说 会动用一切手段 保护俄罗斯的人民 对此 特朗普说 对于一个有核能 跟我们的国家差不多的大国来说 万不惊心地抛出核武 这个词是非常糟糕的 不只是对国家 对这个世界都是非常糟糕而且危险 不就是等于萧生说的那些 萧尤元先生也是我偶像 这些人都知道的东西 妈妈是女人的东西 说来干什么 特朗普就已经一下 轻描淡写大 人家想问他那些官司 切夜难眠 他说这些 好了 接着他还说 如果我依然是总统 普京就一定不会侵占乌克兰 他还说 我跟他 有论谈的 我明白他的 我懂他的 大家知道他说什么 不知道吗 等一会回来 告诉你 哈啰 不记得 网上 有不同的KOL 评价 特朗普这番说话 好认真地说 真是有机会 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 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只不过用代理人战争 规模未去到世界 但是因为普京说了 会动用核武去保护 保护国家的安全 和国家的领土完整 你不令他没有安全 和不会不安全 和不会有领土完整 怎么会动用核武呢 还有 大家要细意分析 特朗普这个访问说什么 是个主持 想引导他 讲官司 但是特朗普 厉害 比武美蛇 一听到这样 喂 说一些 真是好像一个总统发言的东西 我为世界 就是现在的混乱 各方面 感到忧虑 其实他是在赞自己 你又听不到 他告诉你 如果我还是总统 美国总统 乌克兰和俄罗斯 怎么会打 因为 如果俄罗斯要打 我马上先把他打 他没有说 他要告诉大家 他是世界的领袖 他的能力是蓋过了所有世界领袖 这个 只是他 要给大家的 一个实实在在的表达 还有 真是会有台海危机的 真是有机会有俄罗斯 真是动用核武 你试试推出来 一推出来 你那些监察卫星 那些星链 看得到 就立刻去搜 怎么会让他做到这个行为 还有要是要打的话 要导致到这样的情况的话 世界已经不能够回头 现在都没有 但是 他一定要告诉你 这么严重 为什么 我做回总统就没什么 你们等下就可以了 2024 这个只是他笑 整段东西讲话的 重中之重 合不合理 当然是合理 因为通过 结果体验大法 他只是告诉你 他只是说 我聪明 有多聪明 我做总统那时 世界和平 中都不见到有战争 是啊 我和习近平 老友来的 吃饭 我告诉你 我扔了个炸弹 炸弹之毛 很厉害的 下对呆 表示着什么 厉害 他最喜欢野鱼人 拜登 要拿别人 千万 喂 英国和你这么朋友 你还要坐得这么好 如果我是总统 我就会在最前 他一向都大嘴巴 他一向都乱说话 没什么 大家明白 因为你不是他的朋友 我是他的粉丝 他今晚我也知道 为什么 因为我和他同步 什么叫同步 我用角色扮演大法 我代入了 为什么这么说话 你看清楚 整段 有前文后来的 你无端端说战争 你干什么 我问你 切夜难眠 为国为民 没办法 难道我告诉你 我为女儿 为钱 要几亿那些 散子来的 不用那么紧张 民事 一年之后 试话打 还有 我可以压后再压后 行不行 行 高不高手 高手 谁是高手 特朗普 还是我 我 我也是高手 要不然你怎么会喜欢我 什么叫高手 就是高高手 下次见到我 不要说我高手 我问你 北京是什么人 高高手 高手 那些 炮头 起码都是周星馳 这个 level 不是怎么跟别人翻案 是啊 跟张敏翻案 是啊 常威 你说他不懂武功 搞到他要给你 表示他懂武功 高不高手 高高手 特朗普是什么人 喂 他做大 deal 他真的是谈 deal的人 他用什么出发 利益出发 国家利益 跌回来现在 喂 看就是看公司利益 企业利益 自己利益 他现在目标是什么 政治重新再来 他要掌控了共和党 没有人可以阻止他选总统 哪个说 北京说的 喜欢的记住 记住 我不够点赞 我不够订阅 要你们帮忙 希望见到你们 按多点订阅好不好 多谢